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3月8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节目 先来鸣谢 咱们先来看看战况 一,总体情况 在过去的3月7日全天 俄军继续在断裂茨克地区的奥利霍沃·瓦西利夫卡 杜伯沃·瓦西利夫卡 巴赫木特、卡米昂卡 阿富迪夫卡和马连卡等地区采取进攻行动 但军未成功 乌克兰防御者在这些地区击托了敌人的100多次进攻 仅仅在巴赫木特方向就发生了102次炮击和72次战斗 乌克兰卫国者击毙了115名俄军 打上了197人 不仅地面如此 乌空军还出击了7次 乌克兰火箭炮和炮兵袭击了5个敌方人力集中区 3个燃料和润滑油仓库 一辆布克防空导弹车一套动物园 侦查雷达 俄罗斯人用多光火箭炮 炮击了巴赫木特西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住宅楼和天然气管道遭到了破坏 没有人员伤亡 随着俄军在巴赫木特南北两翼取得进展 巴赫木特后方的城市也逐渐变得不安全起来 2、吴总参公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155,530人 新增700人 坦克3436辆 新增4辆 装甲车6723辆 新增9辆 火炮2463门 新增7门 3、130名乌克兰军人在与俄罗斯新囚犯交换中获释 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39次交换 其中有87名马里乌布尔的捍卫者 其中包括71名捍卫亚索斯塔尔钢铁厂的人 此外 还有在巴赫木特和苏罗达尔附近被俘的35名乌克兰战士 据初步检查 几乎所有被释放的人都有未痊愈的伤或者患有严重疾病 4、俄军动员兵排长拍摄了一段视频并发表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将拒绝服从命令 由于完全缺乏训练 他们被派遣到伪断裂瓷克的断裂瓷克方面军用作人肉袭击 并损失了大部分人员 他们不仅缺乏装备 甚至还要自掏腰包 支付把他们从训练基地送到前线的油浅 自开战以来 俄乌两军都不断有士兵拍摄反映条件简陋和伤亡重大的视频 并发表在社交媒体上 但是时间进入2023年 乌军此类视频几乎销声匿迹 反映出他们的待遇和面临的战场情况有极大的好转 但俄罗斯那边还是不断有这样的视频出现 只能说明俄罗斯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令人十分的遗憾和低下 其实两军都有士兵不能携带智能手机的规定 但似乎都未严格执行 乌军的考虑是战场情势逐步好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普通的士兵能够使用智能手机和网络 不仅可以让他们的家属不那么担心 也能鼓舞士气 确实网上乌军一册发表的内容都为喜大普半 而节节败退的俄军考虑的是 动员兵都是不情愿来到战场的 假如不让他们用智能手机 士兵们可能要滑便 在这样的不得已之下 俄军一册发表的内容都为上战场如上凡 联想到2023年元旦那天 断涅茨克氏马基夫卡的俄军 还为刚刚来到战场的动员兵组织了花旗会 导致海老师金砖点名 一次报销了好几百号材 其动机也不难理解 大家心情都很沮丧 再不搞点聚会鼓舞一下士气 怕是人人都要开小差了 援助方面的消息 一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拉什恰克 周二在华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波兰百周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0辆鲍尔坦克 加上此前提供的4辆 波兰将兑现援助14辆鲍尔坦克的承诺 他还说可以在波兰南部组建一个帮助乌克兰人维修鲍尔坦克的后勤中心 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备见 布拉什恰克承诺 这将是他在期后举行的欧盟国防部长会议期间 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会谈的主要议题 二五角大陆正在研究赋予乌克兰米格29发射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的能力 如能实现将赋予米格29强大的空战能力更好地捍卫乌克兰的天空 三英国金融时报参考西方官员的说法报道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一直没有购买伊朗弹道导弹 金融时报说 不凡原因是担心乌克兰届时会从美国获得ATACMS远程导弹 可以伸入俄罗斯控制的领土 四北约盟国将为乌克兰提供击败俄罗斯敌人所需的一切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记者报道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与阿尔巴尼亚总统拜拉姆贝盖会晤后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了这一点 他还欢迎阿尔巴尼亚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并强调北约必须在必要时继续提供援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周二在华盛顿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 看到了一名手无寸体的乌克兰人在说完荣耀归于乌克兰后被处决的可怕镜头 普莱斯评价说这十番野蛮令人惊讶 他说俄罗斯军队参与此类暴行 说明俄罗斯藐视基本的战争规则践踏基本的人类尊严 普莱斯回忆说俄军在乌克兰犯下了许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他说我们并不天真的相信俄罗斯会承认这一点 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改变其行为 当然这不是俄罗斯联邦在乌克兰犯下明显暴行的第一个证据 不幸的是可能不是最后一个 普莱斯说俄罗斯联邦一直表示他想要和平 但没有为此做任何事情 他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如果莫斯科决定停止战争并从乌克兰领土撤军 乌克兰的和平一天之内就可以到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也谈起这名乌克兰士兵被枪杀的视频 发誓将会找到凶手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称 根据初步调查 被俄罗斯人处决的乌克兰军官叫做纪莫菲尼古拉伊维奇杀杜拉 之前在第30独立机械化旅服役 2月份在巴赫木特西北面的作战行动中失踪 乌克兰老兵在说出荣耀属于乌克兰之后被枪杀的视频 战害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 在网上荣耀属于乌克兰成为超级话题 老兵的身份还有待取回尸体后进行最后的DNA检查加以确认 但毫无疑问他的死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保家卫国者 有人说21世纪能有这样视死如归的爱国者 让当代活着的人看到只有在书本和戏剧里才能有的英雄 是乌克兰民族的骄傲 为乌克兰慷慨捐取的绝不只是这位老兵 我们在之前的一千多个视频中也讲述了很多 今天的这位亚纳莱希利特卡呼号亚纳 是乌克兰第九十三机械化旅的移民军医 他在巴赫木特附近的伤员疏散期间牺牲 十年二十九岁 他的母亲捧着他的遗照和他的战友们跟他做最后的道别 欲坚香被摆放在他的身体上 伤心欲绝的母亲最后一次抚摸着女儿 受到道义召唤的也绝非只有乌克兰人 前不久我们介绍过 安德鲁·彼得斯是第七位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 丧生的美国公民 他的父亲约翰·彼得斯也曾是一位军人 参加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 他说自己的儿子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有着强烈的意识 他觉得他必须利用自己的战斗技巧来帮助乌克兰人保驾卫国 他说乌克兰战争绝非只影响乌克兰人 最近又有一个噩耗传来 乌克兰英雄德米特罗·科茨约巴罗·呼号·达芬奇 在巴赫木特附近牺牲 十年二十七岁 2014年他就参加战斗 在断裂茨克地区的佩斯基严重受伤 康复后返回前线 达芬奇之前担任第六十七旅的营长 则是乌军中最年轻的营长 受过泽连斯基总统的借鉴 他带领的营从来没有一个乌克兰战士投降 正是有这些人人致死的前夫后继 乌克兰才得以上船于人间 无论是十二军的钢铁洪流 还是瓦格纳的囚犯兵人浪冲锋 都无法撼动乌克兰人的防线 荣耀归于英雄 荣耀归于铁骨硬汉 英雄不会逝去 英雄的气概只会长流人间 乌克兰绝非孤军奋战 在他们的背后是50个提供各种支援的国家 乌克兰绝非孤掌难民 在他们的身边是141个支持他们保家卫国的小伙伴 乌克兰人也绝非仅仅为了自己在战斗 乌克兰人维护的是和平 维护的是秩序 维护的是人类文明之光 他们不能倒下 正如文明不允许倒退 那些英雄捍卫的是文明与良知 必然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成为后世人们钻进和钻巡的楷模 也许人类是不幸的 在2022年还需要经历如此残酷的一场战争 但我们每个目睹这场战争的人可能又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不仅亲眼见证了已弱胜强的奇迹 还终将见证一个无比美好 自信自强自由的乌克兰的重生 尽管战争残酷 但我们相信乌克兰绝不会灭亡 乌克兰人一定会在无数英雄世界的感召下 顽强奋战 早日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家园 恢复长久的和平 享受幸福与荣耀的生活 好 以上三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